怎么省钱一个实用的小技巧学起来 根据北京日报的报道 9月27号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周荣峰特意强调 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是以车辆驶离出口的时间为准的 换而言之 无论你什么时间驶入高速公路 只要你在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这个时段 中间驶离 那么都可以享受免费通行政策 完全没有必要在免费时段开始前 在高速路口啥等着 当然也有车主担心 免费通行时段快结束了 还没有到达目的地怎么办呢 省钱攻略来了 找一个就近的收费站 先驶出去再开进来 这样就只需要缴纳最后一段行程的费用了 此前的司机极限卡点最后一秒钟 顺利通过收费站的视频爆火出圈 我看到了有网友调侃 就因为中途上了个厕所 晚了两秒多付了一千多块 回家饭吃不下 觉也睡不着 我非常理解这种心情 但是还是要提醒朋友们 合理安排好出行时间 正所谓高速路上稳着开 别为省费飞起来 生命安全记心怀 平安到家福长在